美国商务部决定将对中国产太阳能板分收关税 美方称中共当局对生产商提供了不正当的补贴 大陆人民银行今天公布最新调查显示 62.9%的大陆民众认为物价太高难以接受 另外未来三个月内有购物意愿的居民仅14.1% 是1999年调查以来同期最低值 有长毛支撑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 因为形势毁坏和扰乱公众秩序 今天被法院判刑两个月 可能会因此失去议员资格 香港特首选举进入倒数四天 香港媒体报导 北京支持梁正英的态势几乎已成定局 但是报导指出 即使获得北京方面支持 梁正英还没有掌握过半数选举委员会的选票 也就是601票 而选举规定 在25日举行的首轮投票 候选人必须获得过半选委支持 才能当选 新航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-end-